我跟沈金晶算很熟的 沈金晶不可能那么乖的 跟你在那边跟你搞14个小时 一不然你头发掉了 你问我不知道可以 我忘了 所以你对他才了解 这14个小时不合理 是 没有 配合了 配合 那这个配合的动作是 是不是有后续 他有转污点或者是转其他 要有更好的豁免条件 政治今天又传出说 柯文哲海外金流已经曝光了 调查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也启动了 这都跟沈金晶之前 传出来的消息是结合上的 现在在这个增访精华城案里面 出现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就是让我们看 昨天又提讯了沈金晶这不奇怪 可是那个时间真是太长了 早上9点 你就把它提讯出来了 晚上的11点 等于是你总共14个小时 14个小时 你看他出来以后 你发现他动都不能动 他就像直接的送上的球车 直接回到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北索 这东西 你要沈金晶14个小时干什么 而且沈金晶以前之前讲 我身体不好 我希望能够聚保 停压 我都快受不了了 我快受不了了 法院也不处理 不处理的状况下 我还一次帮你找来14个小时 这个非常怪异的一个 征讯的状况 因为我常常去地检署 14个小时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沈金晶也没有带资料去 一定是北检拿了资料来问他 一比一比对 一比一比的查对 查对到总共从早上9点 查对到晚上的11点 那查对的结果 很多他就变成 他面对的资料的时候 他有一个态度 承认或接受或否认 对不对 那律师也陪同 那一次搞到十几个小时 中间可能有一点休息 你不知道了 但这个行动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怪异的一个 因为今天也约谈了 也约谈了柯文哲 这个更怪 中午就回去了 这个更怪 他一定是昨天 问到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今天叫柯文哲 马上找柯文哲过来 来一个对照组 来查对 所以这个案子看起来 就是非常怪异的一个 一个征讯动作 那我今天特别为了这个事情 我也问了我的律师 我说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他就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沈静静 不讲 不讲 跟那边纠缠十几个小时 我说他可能性不大 他就纠缠什么东西 体力这么好 一个就说 我要讲东西了 我东西讲太多了 那沈静静的口才非常好 他讲话可以讲五六个小时 他是有这个本事 但是我想他不至于 跟检察官有那个兴趣吧 他跟我们打屁 可以打屁两三个小时 对不对 而且你发现 最近铺成了一些东西 就说他之前的司机 之前去告过他 透过他的司机 就知道他这个钱 怎么样搬出台湾 怎么样从澳门香港 又搬回台湾 然后这个钱 怎么去处理的 还先来讲说 在海外 刚刚讲他在澳门的赌博 甚至今天又传出说 柯文哲海外金流 已经曝光了 调查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也启动了 我不知道 这都跟沈静津之前 传出来的消息 是结合上的 调查局 那个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我第一次听过了 我不知道台湾 是不是能够查得出来 但是我认为了 现在就是说 沈静津的钱的东西 应该是有一个眉目了 对 但唯一的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是要勾兑到 沈静津的钱 跟柯文哲的钱 两个之间 他能够勾兑在一起 能够连结 那个才重要的 否则沈静津的钱很好查 沈静津搞了一来一去 几十亿 几百亿在那边玩 对不对 但是他要从大海捞针 捞到跟沈静津的钱 能够对上头的话 这个才是关键的核心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是个 非常怪异的一个侦查行动 而我认为 因为我跟沈静津算很熟的 沈静津不可能那么乖的 跟你在那边跟你搞十四个小时 因为不然你头上派掉了 他不回答你他就走了嘛 对 他跟律师在 我这个不知道 他这三个不知道 这个证讯就停止了 就结束了嘛 你问我不知道可以 我忘了 所以你对他的了解 这十四个小时不合理 没有 配合了 配合 所以沈静津是配合检察官 在做一些相关的动作嘛 那这个配合的动作是 是不是有后续 他有转污点或是转其他 他要有更好的豁免条件 对 我觉得那个是沈静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昨天跟今天 这两个动作 但是你对柯文哲不必期待 他当然说不知道嘛 柯文哲什么都会讲不知道 对 但不知道你也不能咬他 对 因为当作被告本身 就有说谎的这个权利嘛 可是沈静津昨天的十四个小时 不像是在说谎 不像是说谎 好 次后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调查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启动 海外金融情报中心启动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 陈水扁当时不查的金流 也是完全一筹莫展吗 完全查不到任何的消息吗 那个海角7根本就出去 不知道跑哪去了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有个单位跑出来了 爱格蒙原来国际有一个 查所有金融犯罪的一个中心 那个叫爱格蒙中心 是因为爱格蒙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包括也据传 宋楚瑜当时以这个单位 也跑出来 也跑出来过 好 重点来咯 现在原来我们的调查局 早就已经跟爱格蒙 有所接触了 所以这个单位只要出来 是代表谁 是代表爱格蒙又出来了 如果是爱格蒙出来的 就代表海外的钱 是有可能捞出来了 对 没错 调查局海外金融情报中心启动 这个就很不寻常嘛 为什么 刚才这个宝洁提到 那就是阿扁的 为什么会曝光 就是因为爱格蒙组织 给我们这个情报说 他在哪里藏有钱 哪里藏有钱 连他在哪里买房子都知道 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本来就是 国际上这个沟基都非常清楚 大家都在防洗钱 防谁的那个状况 好 那这时候启动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这时候有可能 有两个人会有 这个洗钱的问题嘛 一个就是沈庆经嘛 为什么沈庆经有关系 第一个很简单 因为他在钱啊 背来背去 背来背去 他用王信司机这样背来背去 他中间有没有 洗钱的这个状况 对 有没有特殊的这个状况 这个你只要盯他嘛 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金流 你就可以查到嘛 另外第二个是 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柯文哲的子女也在海外嘛 对 他有没有可能洋医生 那样金流 跟过去这个阿扁 一样的这个状况 爱德梦组织就知道说 你在这个干什么嘛 这有可能啊 所以才说 为什么你这时候 要突然之间启动这个 然后启动这个之前来说 前几天秘籍的丢出来说 这个我们找到了王信司机 2015年之前的事情 然后你怎么走怎么走 然后可能还涉嫌 你在这边背来背去 用钱背来背去 连你省信机在海外 欠了多少钱都一清二楚 对 所以我就讲 这当然是不寻常嘛 你这个你看爱德梦组织 启动之后 他就是反洗黑钱啊 还有这个不正常的金融流动 他都可以抓得到嘛 而且这条新闻就可以证明说 原来我们的调查局 早就已经跟爱德梦合作了 这个条新闻是什么 调查局就是这个 国家金融情报中心 干嘛 联手国际制裁俄罗斯 因为你现在要去制裁任何国家 你不可以有破口 如果台湾有破口 那很麻烦 我们的高科技 我们的金融 都会让所有的事情功亏一篑 搞了半天 我们的调查局 早就已经补进去了 如果补进去 就代表 我们的调查局 跟国际的金融犯罪 我们有联系 有管到吗 当然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调查局在调查 除了这些像 柯文哲他们这些金融之外 现在也在调查诈骗集团嘛 上面也是用这个 另外为什么要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可能就有 很多洗钱的这个方法 包括说比特币这些 这些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不是不见得查不到 你只要有一些 相关的情报组织 互相合作 那所有人才是跟你说嘛 昨天的这个 昨天的这个资 这个问了沈金金 这个从早到晚 这样问完之后 今天马上就再请 柯文哲来问 所以显然 会不会是金融 已经有相关的勾集出来 你要如果再搭配上 海外的资讯 然后我们目前查获了 这个沈金金的 这个金融的相关的资料 他还有会客的 这个记录等等 有了没有了 还有司机群的 这样背钱的这个资料 还有柯文哲自己 本身的这个金钱流动 搞不好目前为止 真的已经到最后 勾集金融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只要勾集上的时候 那是不是整个案子 就完全就可以获得 重大突破 所以我觉得现在 真的进入相对的深水区 就是为什么要问沈金 那么久的时间 一定就是已经 咫尺到案情的 最核心的部分了 这才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好 玉冯 刚才讲的 沈金金融机 想进各种办法 我要离开 一开始讲说我全身赞抖 全身赞抖 我开始口吐办法 口吐办法以后说 我不但是赞抖 我还是突然的上吐下线 这时候都没有 今天送到地法院 这个地方法院 我就把你冷处理 大家完全不处置 不处置之后 北检不但不处理 我还把你一下 调过来谈14个小时 在14个小时 你说非比寻常 而且今天如果真的 调查局的 所谓的海外国际金融 这个所谓的启动的话 对 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 我们先来看 沈庆金早上9点进去 弄到晚上的 12300 就是晚上11点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是早上的 第一班车就来了 然后到晚上 这个叫晚自习 什么叫晚自习 就是最后一班车已经走了 我还要特别等你 他是一个在押的 一个嫌疑犯 在押的嫌疑犯 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你在押的嫌疑犯 我叫你来就来 叫你走就走 随时都是掌握在检方 或是法院这边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 把他关到这么晚 拖这么久 没有什么事情 你明天第一班 球车再把他叫来嘛 那这个状况是 唯一有可能就是说 沈庆金终于软角了 真的假的 一定是因为这种状况 所以检察官才想说 好 那今天来讲 所以你的太法跟吴董一样 对 如果你今天愿意讲的话 我才让你一次畅所欲言 因为你有可能 在这种特别的情境之下 或许是看到 我提供的一些激震 你的新房被突破了 所以你今天才愿意讲 如果我今天把你放回去 你可能回家想一想之后 好像回去跟你的 这个北索的 这个同房育友 问一问之后 你会觉得不对 所以你第二天可能翻购 所以会把这个 从第一班车弄到晚自习 一定就是他昨天软角了 所以你说打铁趁热 对 打铁趁热 所以一定会有这些问题 好 我们刚刚另外讲到了 调查局的这个东西 调查局的这个东西 其实在这一次的案子里面 金华城的案子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美港 这个案子是谁主办的 这案子是联正署主办的 可是联正署的时候呢 他里面有没有管金流的人 他没有 他是正风系统 所以所有的钱 其实应该是在 调查局的洗钱防治中心 对 所以联正署 他有没有查到钱 他查到很多很多的金流 问题是 这些金流他都不起来 你想要一个关键点 前一段时间根本不相信调查局 对 所以是北检加联正署 调查局你都旁边量着 旁边量着之外 你调查局把资料交出来就好 其他你不要跟我多说 可是这个新闻是 调查局进来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原本调查局被缴线之后呢 他有没有提供资料 他提供了很多资料 调查局的洗钱防治中心提供很多资料 问题是这些资料 联正署看不懂 他们都是阵风人员 你知道吗 会计师跟这些处理金融犯罪的人 看这样的方式跟你不一样 你要是用慢慢翻慢慢翻 我看你勾机不出来 然后呢 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东西都调给连正署 我赌你办不出来 因为我被缴械了 我干嘛为你作驾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把它拿出来呢 因为呢 因为陈锋说 你这个案子 你不要没有钱哦 你用土力 我不会让你过弯 所以呢才叫调查局说 来来来来 你们洗钱防治中心 跟这个海外国际的情报一起弄 归队 归队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好 我们今天已经从过去被缴械 已经回到办案的中心了 回到办案的中心 那案子会不会办得下去 等等我再补充一下 我是外行我不懂 是 在全台我们在台湾里面 搞洗钱 对 搞这种金流的这个来来往往 甚至跟国际的合作 调查局是最厉害的 调查局是唯一的窗口 而且呢 他们跟Eggerman来讲的话 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 他们是有直接的对口 那个时候阿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扁其实他非常的小心 只有他的媳妇不小心 那一笔钱为什么被勾击出来 因为那一笔一千万美元 是放在黄瑞进的瑞士银行 大家跟他讲 你千万不要动 那时候刚好红山君 你不用担心 这个钱很隐秘的 黄瑞进越想越害怕 所以呢 所有的扁家里面 谁腿软 就黄瑞进 就是他 动了 扁家里面没有人 我跟你讲 阿扁是最大就知道 不用担心 办不到我们家 没有人动 陈志冬也没有动 为什么会被Eggerman抓到 他们扁家里面 对我知道 吴书珍最带重了 对 没错 他们都 你大就知道 只有这个媳妇 忍不住你知道吗 哎呀 这个是我那个一千万美金 在瑞士 他都这样 偷偷的转移 一转移就被Eggerman 给勾击出来了 所以呢 后面的海角奇异 就是因为这一笔一千万 所以真的像司聪说的 如果你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你就买一张 这样你也不会动 可是你只要一动 对 只要一动就知道了 Eggerman有一个术语 你现在钱放好之后 有没有 就像是这个这个 金银财宝藏在海底的深处 如果你一动 就会洋沙 当你有一些沙漠出来的时候呢 这沙子一动的时候呢 Eggerman就会抓到 所以呢今天来讲 调查局归队 然后这样审刑已经问那么久 我觉得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看 这些金流来讲 或许真的 躲起来了 今天我这么吓坏了 超时在你之前已经讲了 敲锣打鼓 超时该办吧 超时该办吧 都没有动静 就没有想到超时今天办了 而超时今天办 我们要特别讲 今天谁办的 北检办的 那北检谁办的 居然是检察官唐仲慶 唐仲慶现在不是在办计划程吗 你现在办计划程 你现在办计划程 你把爱股调到中股 你搞了一个端股 而且你还从四面八方 调了三十几个的检察事务官 来支援 照理讲你应该忙得如火如荼 结果你现在已经可以抽出余力 抽出时间 去办超时 那我要问的是 那难道金华城真的已经在收尾了 金华城已经有眉目了 金华城已经准备要起诉了 没错 保洁今天下午传出来 就是说超时案 居然进入了加快侦办的一个状况 下午开始的时候传出来说 检察官这个常仲慶 今天又兵分四路 然后约谈了九名被告 然后这个超时案 又把他办下去 他想说 你这个唐仲慶检察官 你不是在办柯文哲的案子吗 而且他除了办柯文哲的案子之后 他还负责政治献金这个案子 所以说他主折 他负责政治献金 对 那我们昨天还讲了之后 没想到今天居然在办超时案 好 那昨天不是又传出来 就是说自由时报就说 要拼两个月 给他结案吗 他说两个月结案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已经有部分的检察官人力 到北四科 到政治献金来 抱歉 现在还到超时案去了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金华晨这个案子 快要落幕了 快要水落石出了 可是今天 民主长不是跟你向下吗 你找不到金流 你现在只能用土力 如果你是土力 你根本就是政治破坏 找到金流再说 抱歉 如果没有金流 你办得下去吗 抱歉 我跟他讲 今天周刊不是有很多报道 很多报道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看着 觉得有点母煞煞 为什么 第一个周刊报道说什么 有两个报道 我觉得大家要非常注意 第一个 他说威京集团的员工爆料 说是说 省今天的会客记录 他都会详细的记录 人事实地务 你跟我讲什么 那天怎么样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要求秘书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目前为止 已经被查控 这里面来说话 他跟柯文哲到底谈了什么 讲了几次 在这个主机里面 非常详细的记录 所以说 省今天居然有一个 百官行述 这个百官行述 谁跟他讲了什么话 谁跟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人事实地务 记载的详详细细 所以这里面有 非常详细的人事实地务 都有啦 好 但是金柳没有 你金柳还是被骂突破吗 对啊 可是今天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 大家看一定觉得 有点奇怪 为什么 今天丢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 在民国108年的时候 当时呢 沈静晶跟他的员工 互相在提告 提告什么 他告那个员工 一个司机 他说 你要恐吓取材 这件事 他的司机恐吓他 对 那你想说 你告这个司机恐吓取材 这个有什么样 这个跟 这个金华城案 有什么关系 可是宝洁 宝洁你仔细看哦 这个司机说什么 这个司机就说呢 我呢 长期我帮你说什么 我帮你背钱啊 什么叫背钱 宝洁 把钱台币呢 从台湾呢 背到香港 或者是说呢 在香港呢 把钱背回台湾 那背的过程里面 我还帮你换钱 比如说把台币换成港币 港币换成台币 宝洁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 他说他在帮他做这些事情 对 这就是金流所在嘛 我在讲 这就是洗钱 大家不是查不到金流吗 对 目前为止 大家不是说 这个陈佩琪凭空出来的 619万在哪里 对 从来没有人看过 那而且你要从 省金金的账户对过去 也对不到 为什么对不到 因为这笔钱 没有在省金金的账户上面 这笔钱 搞不好 保险我猜想 搞不好就是从 香港运回来的钱嘛 对 因为他那个钱 从来没有在台湾出现过 所以才会 减掉 查不出那个金流在哪里 对 如果今天 这个司机 他有帮他做那么多事情 现在会不会还有人 在帮他做这个事情 对 因为这个司机 是6年前帮他做这件事 那现在 会不会还有人 在帮他做这件事 保险 这会不会就是金流的突破口 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有人帮他背钱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这里面的金流 你只要把它逗出来 有人愿意把这个弹出来 保险我跟你讲 这个司机背钱 背回来之后 你觉得他就只有背回来吗 换成钱之后 他会不会 背出去 他会不会再把钱给了谁 是由他给谁 或是说他去存在哪个账户里面 然后某个人去ATM中 把它领出来 这都很有可能 而且今天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内容 在什么 他说我们这一部讲 黄大洲 你给多少 200万 陈玉坤给多少 给了300万 那你不是每个人都给了钱吗 他说检调单位 今天放的消息是 黄大洲真的有200万吗 他老婆不是讲 我们不该拿的钱吗 如果黄大洲没有200万 陈玉坤没有300万 那个钱到哪里去 所以你今天的黄大洲 丢给黄大洲 你到底只是在做账 还是真的给钱 这个钱真的流到哪里 竟然也有问题 黄大洲那是记录上 但是这个是真正 钱的流动在这里 所以才说 这个时机 你要讲 这几年前的 这个孔案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可是钱要丢这个出来 要干什么 他就跟你讲 有金流 我们已经查得到 你在哪里 你怎么做 搞不好你的管道就是这个 你之前曾经讲过 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审讯金 因为钱的发动者 出去给审讯金 最后洗钱的也是审讯金 如果你可以突破 审讯金所有的金卖 而且昨天不是讲吗 审讯金所有的子公司 全部查过一遍了 中共所有的账 全部查过一遍了 今天为什么丢这个消息 就代表你审讯金 所有的钱 所有的账目 检察官都查过了 所以才要丢出这个司机 跟他的纠纷嘛 那你一看觉得 这个跟金王城没有关系 但是确实相当大的关系 这就是金流在流动的 审讯金的管道在这里啊 他跟你讲管道在什么地方啊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 非常可能会突破的一个点 好 所以如果审讯金的 这个经脉可以查到了 那今天留到柯文的这个经脉 我才可以勾集起来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今天还特别讲 原来你的主机里面 你要求你的秘书 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 不但是人事实地物 跟任何人有一个百官行事 你要交代清楚 而且这个秘书 要非常厉害在哪里 这个秘书是 他在旁边踢到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们两个的惠客栽药 要立刻计数下来 没错 审讯金我们就跟他讲 事实上他有 在台湾有两家公司嘛 这个中工啊 还有中石化 那还有非常多金华城啊 还有这个 甚至是讨出影员等等 试业体非常庞大 我们不要忘记 他不是只有在台湾 他在中国也有 扬州城什么 一大堆工 所以呢 他每天见的人非常多 而且大家牵扯到了 这个很多钱 很多钱的时候 他说 他对挑秘书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能够详细的记录 我在惠客记录里面的人 事实地物 还有我们讲的话 你要能够记录得非常清楚 让我在未来 我还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说 前几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 他说 我五年前跟沈青青 见过面之后 就没想到 我五年后 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沈青青居然能够说出 那一天我们谈了什么 你穿了什么衣服 然后我们那时候 在什么地方惠客 见面 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个对方吓了一跳 原来是沈青青 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记得非常清楚 甚至我们那天 讲了什么结论是什么都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沈青青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那个太敏感的时候 你可能就含糊其词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记录是有的 记下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记录都放在主机里面 然后那个主机 已经被检察官带走了 所以你知道 现在有非常多的证据 只是现在 简单来跟我们讲 原来是如此 他早就已经扣查了 非常多的这个证据了 另外就是 在一个2018的诉讼案 今天居然突然被媒体丢出来了 丢出来了以后 这个跟揭华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跟五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为什么今天检察官 要把他给丢出来 因为当时 沈青青有一个王姓的司机 王姓的司机去恐吓威京 恐吓沈青青 恐吓沈青青搞了半天 他帮沈青青青做很多事 我要帮你所谓的 今天很多的旅馆 我要帮你开房间 我帮你开完房间之后 你这所有的钱 是我帮你洗的 对 没错 这个司机为什么会 这个疑似是恐吓沈青青青 主要原因就是说 他帮他做很多事 如果按照这个起诉书里面讲的是 这个当事人就说 我帮你把钱从台湾背到香港 那从香港背回来 就是这样背来背去 他说我都要冒着 每一次可能都被查的 这个压力 我心里非常大 然后我去了 我还帮你换钱 你要换成港币 或者什么 我帮你换 然后帮你去订房间 帮你做什么 很多杂物 那你要做好给我的30万港币 为什么没有给我 他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沈青青 那沈青青青就认为说 你在恐吓我 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出来 变成是恐吓取代 沈青青青告他恐吓取代 那我还想说 你背这个钱来来继续 那又什么了不起 不是我们都有限制吗 不是出国只能带多少钱吗 他就没有 我这样子来来回回 国外搬机帮你搬钱 搬了好几十亿了 而且如果大家非常惊讶 非常清楚 2014年的时候 沈青青青当时 沈青青青有一次 在台湾多了600多万 他就被查扣 他一直被扣下来 那时候还闹上新闻 他还跟他说 不好意思我多带了钱 所以可健保 你知道吗 沈青青青常常这样做 后来他又觉得说 那我不要这样做好了 我用这个一个人 曝取代 所以这可能 就是真正的金流 就是从这样出去了 那这就是捡掉 为什么放出这个 这个诉讼案 最重要的这个原因 所以刚刚很好 现在前都刚刚讲 你现在有一笔钱 这个钱 有没有透过 刚刚讲的加密货币出去 这个钱 有没有碰到 变成外币 这样洗出去 然后这个洗完 透过加密货币 透过外币 洗了一圈以后 这个以后 跟柯文哲家的保险箱 跟柯文哲家的现金 甚至跟陈佩琪用AD院存款 这个钱有没有相关性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钱背出来 我们现在不是说吗 沈建金拿到很多钱之后 那些钱都不见了 那怎么洗 他可能就把钱背到海外去嘛 背到海外去之后 换成是加密货币 用加密货币给柯文哲的方式 或是钱背到海外之后 再把它背回来 换成台币 那这个钱完全都不见了 然后再把它丢到保险箱 给现金 或是给柯文哲的现金 或是让我存在这个 某些账户里面 我给你提款卡 你一提一存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才说 今天这个金流是很 今天这个案子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把这钱段的 金流 把它弄出来了 怎么去操作的一个方式 所以才跟大家讲 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唐仲庆 现在已经开始在办超私案 所以告诉你 这个案子 金流恐怕 他们真的已经 掌握得非常清楚了 今天大家非常意外是 北检居然去动了超私 还去动了量彩 动了量彩 动了超私的检查 他官居然是唐仲庆 唐仲庆现在就是 办柯文的这些长官 你怎么还有余力去动 你说不对 你说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现在的审刑金 这个破口应该是已经破了 现在这个资料 应该已经巩固了 巩固了以后 他们才有余力 去处理别的案子 那为什么可以巩固 关键竟然在这个判决书 因为从这个判决书 你就可以知道 审刑金是怎么把钱移出去 怎么把钱给移进来 怎么钱移进去 移进来 他一定会有个固定的路线 不但会有个固定路线 他一定会有一个 固定parking钱的地方 我只要把这些钱的地方 搞清楚了以后 刚刚讲 只要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柯文哲的现金 柯文哲的保险箱 你的ATM钱中那来厄 我才会有一个轮廓出来 华杰哥你知道 其实这个沈金金 王姓司机的这个案子 悲钱的案子 它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它是发生在 2013年到2016年间 然后他2018年 去跟他进行相关的一个 比如说要恐吓取材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如果是2013年到2016年间 那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 那检掉干嘛丢出来 为什么要丢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沈金金 洗钱的一个脉络 洗钱脉络 它这个洗钱脉络是长期的 这条路是全部都打通了 打通之后 它不会随便动的 因为你只要动哪一个环节 一定都会出事 所以等于是 这是它的水路 前走的水路 那现在这个王姓司机 他其实在那一段时间 而且我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 中石化集团在2011年之后 是大笔的钱移到中国去 移到中国去干嘛 说要去投资那个 投资那个 其中有一个很大投资案 就是扬州京华城 所以我大胆假设 他是中石化把钱汇到中国去 以假借投资之谜 中间为什么要把钱搬回来 因为老板欠缩毁 所以他就是派人 去到那边再把钱搬回来 沈金钦有缩毁 所以这一段 这样讲我就懂了 不然是这样讲的 我们今天出入都有管制的 你出入带多少美金 出入带多少钱 那个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怎么可能说 我这样的堂而皇之 这样来回回 搬了数亿元数十亿元的钱 然后都不被发现 搞了半天 沈金钦有他的门路 不是 集团会 集团在搞这个事这样 我出去的钱 绝对都是有名义的 我出去的钱 绝对是干净的 我出去的钱 一定都是我从公司会的 重点是 怎么回来啊 我要被欧塞 我要掏空公司 掏空到哪里 掏空到我自己口袋啊 所以关键是回来的这一个 所以你们有发现 帮小省从国外 背钱十几趟 是从国外 国外回来 背回来 所以这一条是他的水路 那他把钱要背回来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钱都会放这个讯息 就代表他们已经知道 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 那这跟客观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其实这代表 他长期以来是 他的这个金钱的水路 他今天是因为 这个王姓司机 他们可能有一些嫌隙 然后不开心 然后把他开除掉 但是他这个东西 是不会随便动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东西 如果就是有供出来之后 就算是动也不会动太大 供出来之后 我觉得其实进一步是查 是有机会去抓到这个钱 我甚至认为 这个就费落科文哲钱 可能也是从这样的方式出去 然后再进来 然后再进行 这个相关的一个费落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减掉会这个时间点 丢到这个讯息 某一种程度上 是离那个金流的 那个流向越来越近 第二件事情 但我认为他们还缺一个 所谓的临门一脚 什么叫临门一脚呢 大财团在搞这种事情 一定都有个大掌柜 那个掌柜会把很多的账都会记得 等于AB账本 那个账本都会记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那个掌柜到目前为止 剪掉应该还没有 就像这样讲好了 李文中是柯伯泽大掌柜 所以到底谁是 沈庆金的这个大掌柜 我不知道他到底没有收到 但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那个账本 每一个都账本 为什么沈庆金会 留聚姓名移留些这些东西 到时候他要保命的时候 我就丢出来嘛 谁收过我的钱 帮我拿钱做什么事情 谁都跑不掉 你昨天特别提到 沈庆金跑到了澳门去赌博 澳门去赌博 欠了一屁股债 刚刚讲是60亿 60亿刚刚讲 西米华40亿 林炳文20亿 而且原来你今天 在澳门赌输的时候 你都要签一下这样的收据 它是一比一比签 这个都是澳币 对不对 500万393万300万500万200万 整个加钱 总共是欠了 林炳文20亿元台币这么多 那这个时间点 刚好 刚好什么时间 刚好就是他的司机 背钱回来的时间 就代表什么 今天如果你要去查这个金流 这个金流已经被检掉 查出来是 原来沈金金这个金流 不是只有在台湾 他还有在澳门 还有在香港 还有在中国 那这个线 难道检掉已经有眉目了吗 首先这个王信世界事件 我有查证林炳文 林炳文的人告诉我 他们当时呢 他沈金金借的这个 要投资扬州金华城的名目 跟林炳文借了三亿的港币 那个是借现金的 也包括最后的 那个账很多账来来去去的 借了现金三亿的 那个三亿的报回来 就是有王信司机 从澳门一趟一趟的带回来 对 那可是他为什么带回来 他理论上应该是直接 要汇到大陆去了 结果他没有汇到大陆 他把钱直接汇回台湾 可能他台湾另外 他有调度用途 这是第一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这事情很奇怪 因为经过了台北地方法院认证 所以他的口 他的供述 是经过这个 我们从判决书上看起来 他说他带了十几次 那一次要带千万 那很多钱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讲个大胆假设 这个如果没有特定的 海关的关口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进来 他一定是特定时间 特定的海关的官员 然后时间到了 叫他时机冲进来 所以这就是刚才会成讲的 特殊水落 这一定是特定 因为我们都出国 我们是让人带多少钱 两万美金 超过的是怎么样 收莫收 超过充功 如果像我们如果海关 同情我们这种人 多个五千多个一万就算了 他不跟你啰嗦 但是如果说 你一次搞一个几千万的话 那有可能吗 不可能 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特 沈经纪已经安排好 所有的管道了嘛 因为他常常去嘛 对 他常常要洗这个钱嘛 所以他一定那个海关的官员 是跟他们有搭配的嘛 所以其实调查局应该去查 当时他进来的这些记录 还有那些海关的那些的 没有 因为海关官员本身是 是要沟通好才敢冲的嘛 然后还有一个 我带一个司机 每天背个背包装 觉得冲冲看 都被抓 捣算你的倒霉 没抓到我好运 不可能 就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司机不知道 司机当然不知道 他几天几分坐什么飞机 你从哪个关口进来 对 他知道这个 这个事情不能沈经纪自己干啊 当然叫小弟去干嘛 对 所以其实那里面是沟通好的 台湾的关口是沟通好的嘛 包括澳门的关也是沟通好的嘛 不然你出不来啊 不然台湾你也进不来啊 所以他这里面呢 因为当时在澳门的赌场 兴旺的不得了 那个钱根本就不当钱用 每天的进进出出都 每天非常一个月都上千亿的 你看那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的报告 美国的那些上市公司 那几家美国上市公司 对一年在这个澳门的金额 到上千亿美金在这边流动 所以那个钱是非常大的金额 所以沈经纪在2013年到2016年这个时间 确实有能力从澳门带回来好几亿 这个三亿到四亿的这个澳币或者港币 这个是这个可能是事实 但这个钱是不是会跟这个 柯P2发生关系 我们就比较保留了 宇雪 这有没有讲吗 柯文在整个台北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他干嘛 他在专门服务计划程 他只要不顾台北城努力的去护卫金华城 结果今天更可恶了 那个时间 他还在忙北市科 他什么都忙 他就是不防疫 当然为什么 把柯文在这叫做721政策 你知道吗 7分顾财团 2分打嘴炮 1分丢给黄珊珊 所以他7分的力量都在干嘛 就是我们讲的 北市科金华城这种案件 721 对 他721嘛 跟他的自信他的毛泽东 他伟大的毛主席 为什么 毛泽东是他偶像 但我讲 北市科案件你跑不掉了 柯文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进华城就跟你讲 我跟你讲都共视觉 是你去找杜维会 他把你给我请问一下 北市科有没有共视觉 没有共视觉 北市科就跟文这一个人 从头到尾都他 他自己亲自拍板的 所以在北市科里面 有两场非常重要的会议 都在市长室完成 而这个市长完成里面 名称 北市科产业发展及招商规划 另外一个市长是 北市科T16 1718的 设定地上学招商规划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 会议主持人都只有一个 就是柯文哲市长 找到其他人 然后呢 最后 画押的是谁 最后画押的 也都是柯文哲 对你看柯文哲 亲切2021年3月4号 来我跟你讲 我自己主持的会议 柯文哲市长说什么 后续挑战为 三块基地 个别招商 各位这什么 一分为三啊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北市科 最大的问题是 第一个 为什么你要把它一分为三 再第二个 为什么17 18 免投资计划书 再第三个 为什么原本的智慧医疗楼地板20% 你柯文哲现在跟我讲说 没有17 18都不用 那柯文哲我请问一下 16要不要规范 有 16通通都有规范 所以从头到尾这个拍板 而且再来 柯文哲这些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记录哦 我开始讲这三项 请问一下 会议是谁主持的 柯文哲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会议记录 而且可恶的在哪里 这个时间也是2021年的3月3号 3月3号刚刚讲的 那就是整个台北疫情要大爆发的前一个月 前一个月 如果你认真的在进行防疫 你认真的处理台北市政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在干嘛 也就是说 今天在台北疫情大爆发的前一个月 刚刚讲的 一个是3月3号 一个是4月19号 4月19号就大爆发了 你都在哪里 你都在忙着服务财团 对 抱歉 柯文哲就是拼现金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不是第一次土利于星光了 你知道夺离谱吗 这是2021年 结果你知道当时 因为星光人寿它是什么 受险公司 你如果了解 受险公司在投入这种 我们讲的投标的资格 要求非常严谨 因为他本来就是资金来资金去的产业 所以今天你如果投标率 没有到一定程度 或者是他产业有限制类别的话 他是不能来的 结果柯文哲是什么 把这个规定放宽 不限制产业类别 你以为这是第一次吗 这是第三次招标 他放宽对不对 我跟你讲2020年的时候 他就想要再搞一次 那时候是第二次招标 你知道第二次招标的时候 柯文哲要干嘛吗 星光医院要进来 明明星光医院 他是财团法人啊 他也不能进来啊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 柯文哲做什么 他说我们来研理 是不是开放一个规定 让星光医院可以进来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被阵风处警告 阵风处说 不行哦柯文哲 你如果这样搞的话 你就违法违规哦 所以柯文哲那时候才作罢 才有我们刚才看到的 把一个第三次的那个所谓的招标 特别开放给星光人寿进来 这个东西有多颜色 我们是不是讲吗 我们有一些朋友 也当时也被咨询 当时要不要参加这个招标案 大家也去听了也都问了 关键在哪里 很多人退出就是因为 那是一个医疗专区 很多医疗专区 你说很多的专建商的 很多是土地开发的 他干嘛他不懂啊 不懂他不能进来啊 结果刚刚讲的 居然就在这个最重要的 2021年的 2021年的3月3号的这个会议里面 你就把不限产业类别 明显只有星光才知道的 这个案子 在这里做决定的 对所以星光人寿才会进来 而且你要知道 原本是什么 星光医院想要进来 结果星光医院进不来 因为你呢 相关规范 他没有把财团法的放宽 只给公司投资 这是第二次招标 客人的说 好那我想办法给你放宽 结果后来星光医院这件事情 因为阵风处组长做罢了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没有医院了 对不对 他直接把条件解封说 好啦 我不用让你这么麻烦 直接让你星光人寿进来 所以我给你听懂我意思吗 冲头到尾 从2021年开始 他在干嘛 量身为星光打造 就是要让他 能够标得D17T18 而且如果再把这个时间 兜起来更可恶的是 你在2021年的3月3号 亲自组织会议 把北市科医院 一拆毁三 而且你把他的限制拿掉 限制拿掉 其实当时 整个台湾的疫情 是很紧急的 刚刚讲 4月9号的时候 疫情指挥中心下令 全国的酒店跟五厅 你要全部是营业 那这个时候当然三加十一代 这个时候出来了 如果你有点紧急 你是不是要拉高层次 结果没有 他都是在忙什么 我3月3号 先把土地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了以后 4月10号 可能确定是 你的T16要投资计划书 T17 18的投资计划书 你就全部拿掉了 接下来拿掉了以后 马上 应小跟坑文哲的 第二场便当会又来了 便当会来了以后 5月12号 万华茶艺馆 就爆发了群聚感染 爆发群聚感染 台北市就开始停盘停课 停盘停课 你说这个时刻 你柯文哲总是要努力的 去为台北市的防疫 做准备法 没有 他还在搞招商 对 宝兰哥我跟你讲 你讲这些事情 柯文哲一定会跟你喊冤枉 你知道什么吗 他说 拜托一下 我这时候全部都丢给黄珊珊 管我什么事 管我屁事 他就说不管我事又什么 他全部都在忙着这些 因为你想想看 16 17 18 你知道拆分最过分在哪里吗 原本16 17 18 加起来的底标是86亿 后来他把它降到了总价81亿 但宝典哥你知道吗 光是这个T16 金人宝得票价格是多少 你猜猜看 82亿 所以大家就不信问一件事 不对哦 从头到尾就是你柯文哲刻意在恶搞 否则厂商有的是钱 如果不是你限制东限制西 而且在这么严重的疫情期间 你忙着不断的百般修改 揉捏那个规定 就是为了让星光 这个我们讲的乱七八糟 可以塞进来 可以肆意 所以大家不禁想问 所以对你柯文哲而言 人命不重要 只有钞票那个细数的声音 才听进你耳里 好所以孟昂 今天如果看到这个表 你真的鬼霸会都起来 为什么鬼霸会都起来 刚刚讲的 从2021年的3月开始 一直下去 这一整年 台北市根本就是水深火热 台北市水深火热 刚刚讲的 今天这个蓝色的 这个所谓的是柯文哲 去专门服务这个北市科 今天这个红色的是这个 金华 是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刻 然后呢 这个绿色的时候便当会开始 是金华城的 你看到整个同时发生 一下子 我现在一下子忙北市科 然后我的疫情已经爆发了 疫情爆发了以后 我还在忙北市科 我在忙北市科的时候 金华城我又开始忙 忙了以后 万华爆发了 已经停课了 我还在忙我的这个北市科 我还在忙我的金华城 我还在忙我的北市科 我还在忙我的北市科 我还在忙我的金华城 我还在忙我的北市科 然后呢 我对于疫情呢 疫情 我疫情二五六 我什么都不管 宝杰哥我觉得真的 2021年大家都在忙防疫 就柯文哲他忙着在搞北市科 忙着搞金华城 我们可以知道 万华呢在4月已经爆发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的柯文哲在干嘛呢 他在忙这个招标 然后在忙金华城 金华城的时间呢 他在2020年底 12月进了都委会 到2021年9月通过 那中间的时间 就刚好是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柯文哲都在干嘛 那我们看到他在哪里呢 看到他呢 在北市科的会议记录里面 而且宝杰哥 他这个会议记录 还不是他市长室的成会哦 柯文哲那么喜欢讲公开透明 一天到晚都在市长室的成会里面 开会好像很认真 可这两次的会议 却不是在市长室的成会 是他自己在私底下又开的 然后我们看到没有录音 没有录影 那中间呢 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跟柯文哲最喜欢讲公开透明 完全违背 那到底是什么 这两场是偷偷摸摸开的 不敢录音 不敢进入 柯文哲一天到晚再开成会 我们知道他说嗡嗡嗡嘛 7点半一定要开成会 那这个会议为什么 也是他主持也是他在处理的 为什么不在成会 你处理就好了 那中间就是有让大家移斗的地方嘛 所以我觉得 台北市的防疫 陆尔臣还要把他讲说提醒大家 那我觉得反而提醒到大家说 台北市的防疫 当时搞的就是一谈到 而且现在大家发现说 搞了半天 他当时已经无心事正的 当时他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推给黄塞塞 结果黄塞塞也搞不清楚状况 一个搞医学的 你每天只会开记者会 然后跟人家吵架 一个真实要负责政务推动的 你什么都不懂 才会搞成今天这个状况 当时候的防疫记者会的状况 跟现在民众党的记者会 其实很像 你的问题必须要大家累积同意 不是说你要问到保释 他们会先来统一这问题 他们会把一个有利的 跟一个不利的一起问 跟现在民众党的记者会 如出一策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台北市跟那个中央 中央非常努力的房地 当时的台北市 就是不断的扯后腿 柯文哲发明了非常多的名词 什么有效的来集会 什么同心园扫描 冷区歼面等等之类的 一直在混淆大家 他用这种混淆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在另外一边 这么忙着在处理财团的事情 这真的是对台北市民来说 非常的神奇 一概新华城 你还可以讲说那是公事件 你在新华城还可以讲 那是都委会做的决定 可是今天在这个北市课里面 两场最关键的会议 都在市场市开 在市场市开 都是由柯文哲担任主席 而且都是由柯文哲划压 而且我们重要的 把一拆三 还有要拿掉所谓的 医疗专区的这个限制 竟然都是在这两场会议决定的 代表北市科 你今天柯文哲图立的这个罪 你想推给别人 你都推不了了 刚刚讲到的 昨天讲的 唐仲慶就是整个 从爱主到了中主 合并成一个端主 端主照理讲你应该努力 没有他今天已经可以有余力 去办超市了 而且事实上今天这个 算是最新的消息 你看超市这个案子 唐仲慶 他还要办政治现金案 金华城案 他现在来办这个案子 而且今天是 兵分十四路 搜索了这个超市量财 还有农业部 还有中央续产 等等的 约谈了十四路 约谈了九个人 这个案子看起来 也是兵分非常多路 大动作在办 你居然这个时间 现在都什么 保姬我跟你讲 如果要是我是检察长 我看到你这个时候 还在办这个案子 我一定气死 但是为什么 我可以让你去办这个案子 表示好 我放手让你去办 而且我在里面 我觉得我最觉得最神秘 最特别是什么 秦玉桥出来了 对 我们讲超市 不是讲一人公司吗 那超市一人公司里面 最神秘的人叫什么 叫秦玉桥 那秦玉桥当时 还叫什么 台农这些公司的洗弹厂 还要出来帮他讲话 结果这个人 以前一直隐身在幕后 秦玉桥我再讲一遍 这个当时全台湾 最神秘的女人 现在今天竟然被约谈了 而且把杰杂 事实上这个 他们兵分多路的时候 有一路是搜索 高雄市刚才去的超市弹厂 很多人就说 早上出门的时候 有一些外地人就来 所以显然北检 真的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余力 他在办这个案子 办这些案子的同时 他还要办超市这个案件 好 那刚才讲的 对于柯伯伯伯伯来讲 他现在根本就社会性死亡 没错 大家都很难想象 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的职责 你的使命 应该是要保护台北市 台北市市民的安全 市民安全是你最高的职质 我们要讲 昨天我们用的 做这个资料是 本来想说 你应该护卫台北城 可是没有想到 你全力护卫的是金华城 就搞了半天 你不是只有护卫金华城 搞了半天 在同时发生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在大开方便之门 你在当时 全力的护卫给星光金 护卫给星光金 取得台北市 最后的一块最好的土地 在3月3号的时候 刚刚讲 你竟然主持会议 把北市科一拆三 可这个时候干嘛 4月9号 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要求全面的 五厅禁止 当时 大陆现在也很争议的 三家十一 也在这个时刻 刚刚讲 这个时刻 疫情已经爆发的时刻 你都在干嘛 你都在搞T16 在搞T17 搞T18 这个时刻 你都在搞便当会 这个时刻 你都在搞招商 这个时刻 你都在护卫金华城 你难道 难怪 你根本没有心情 没有余虑 去处理台北的防疫问题 对 没错 事实上 目前为止 柯文哲在台北市 几乎是已经 沦为是最差的一个市长了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 目前为止 柯文哲的这个社会形象 形同是已经社会死亡 我怎么这样讲 你很简单 我们讲 2020年到2021年的 那时候台北市民 变成全台湾的防疫破口 宝洁 你的万华被 起死了 自责 万夫所止 就是你万华 可是问题是 现在大家才知道 搞砸万华人士 搞砸万华人士 柯文哲 柯文哲 你就还好意思说 我是这个医生的本业 但是你在做什么 从2020年 大家就提醒你说 阿公店要赶快 小心一点 就那 你根本完全不理 然后从2021年 蓝色的部分就是 你看 他跟金华城相关的 他开始 北市科 北市科相关 他说 3月3号主持 把北市科相关用地 一拆为三 T16 然后T17 T18 把它拆开 好 那紧接下来的话 4月19号又说 这个不用这个投资计划 就直接让星光飙走了 然后第三次的 这个投资计划 你看 在同一年的时候 蓝色的 他都是在做 这个北市科相关的 好 那绿色的部分 4月21号 他开始跟黄珊珊的 第二场便当会 那你看 8月14号 8月10号是第三场的 这个便当会 然后10月20号是 盖下这个核可章 你看 绿色的 这个蓝色的 这么密集 那你看红色 红色就是他在处理 这个所谓疫情 你看 寥寥可数 他根本就没有在处理 他根本就没有在管这些事 在这个时刻已经疫情大爆发 你还有心情 为北市科大开方便资本 你还有心情 去土力金华城 而且我觉得最可恶是什么地方 他这时候已经说 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事物 都交给了这个 这个黄珊珊去做 可是你看 我们就讲 他在北市科这个案子里面 来说 保洁 他这个案子里面来说 亲自主持会 他是在哪里主持会 是在他的办公室 市长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 记录的时候 他就自己下了这些纸条 就下了这个决定 所以他当时的心思放在哪里 当时心思就是 我怎么样搞定这个北市科 然后金华城 你觉得他有心思在搞这个吗 没有 根本就完全被心思 他没有心思防疫 而且他人情量薄 这个人刻薄到什么程度 这个人刻薄到 他当时就查到一个 他一直说 这个里面我都不清楚 我都是交给了 我的好朋友李文中 所以里面的账 我都不清楚了 可是现在已经查出来了 今天你的幕僚 你又总有没有交际费 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请人家吃饭 要三个月交际费 花了78万 结果你还嫌太多 把这个给停掉 可恶在哪里 当你嫌人家的交际费 太多的时候 你自己 马上就去买豪宅了 对 没错 事实上他的人情量 没有到这种程度 我们不是说过吗 他事实上 他一直都说 我对账目我也不了解 北市科 这个所谓金华城 我都不了解 但是其实 检调在这个相关报告 都说得非常清楚 你都很清楚 那很清楚 现在检调都跟你说 他多清楚呢 现在是这样子 他拿到这个账单的时候看到 你们这下面的人 三个月居然吃了78万 他非常生气 然后不是之前 还要抛漏一个 他跟李文娟的LINE对话吗 现在还有更多 他就直接跟李文娟 还有周渝秀说 你要会给这个 云林县的议员多少钱 然后这个苗栗县的议员 这个参选人多少钱 然后前立委 这个赖乡人多少钱 还有一个收集资料公司多少钱 他都指示得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周渝秀 今天李文娟 你不是想把钱给谁 就给钱 你今天要把钱给谁 你要有柯文哲的指令 代表所有的钱的进 跟所有钱的出 谁来做决定 都是柯文哲来做决定 甚至你今天不是 只有计权总部 你今天你的四个重要账户 你自己的账户 你今天的两个基金 都会这样账户 加上木可的账户 加上进总的账户 柯文哲最后的总管 都是柯文哲 而且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是精明干练 像我啦 我也算是很多账户 但是有时候 我搞到账户管了几个 我就已经完全记不清楚 哪一个是哪一个 可是你看 他可以下得非常指令 非常清楚 李文哲 你这个给这个赖箱领 你要从新雇箱来支出 从哪里出到 从哪里支出不一样 他都还要兼顾这个 先兼顾他们的平衡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真的对于 所有的金流 是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不要再想说 我根本完全不清楚 这个金流 现在不是又说 他要投资100万 给这个所谓媒体 所以我跟你讲 他真的对 这个所谓的 所有的金流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资助必效的 好 舞蹈 今天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本来觉得 有这样吗 我现在仔细看 我也觉得 柯文哲真的太奇妙了 一般人如果被收押警戒 一般人如果坐牢 他一定会神情萎靡 他一定会非常的沮丧 他一定会苍老的许多 可是柯文哲 第一个 他的白头发没有了 第二个 他的腰杆打湿了 第三个 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柯文哲 是我看到最怪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受刑人 那有人说 越乖越年轻 越乖越强壮的 对 所以他的律师也在外面讲 是从来没有看过 那么坚强的一个 这个收押的人犯 可是这个一般人搞不懂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想我个人的观察 一家之眼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教 你注意看 柯文哲他出来的时候 他穿着这个监狱的制服 对 黄色的T-shirt 他上靠 他上靠他不避讳 他就让你镜头拍 脸也让你镜头拍 他也不躲 一般人会不好 你就要沈浸浸躲起来 有一抹微笑 有人还戴帽子 就要把那个手铐 拿那个外套包起来 拿书遮起来 他没有 他坦荡荡 你看见没有 他就这样子很大牌的 这样子走出来 然后路上跟这些狱警 有说有效 有说有效 泰然治弱 怎么会这种 这个让我非常惊讶 好像说常常观呢 不是 我最惊讶是怎么头发变黑了 腰杆打直了 皮肤变好了 就是他的情况是改善的 并没有往下走 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情况 我最近看了一个心理科医生 有他们台大的学弟讲的 他不是不理人 他是理不了人 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交往 他没有办法 这是他先天上的困难 所以他跟人的相处 非常困难 他会把自己封锁在一起 所以我怀疑 我推论 他到了台北看守所之后 因为收押境界嘛 所以只有一个同房嘛 他不会跟人家讲话 他一个人在里面关 一个人在里面关的时候 刚好这个环境啊 非常适合他这个 有点自我的封闭的环境 如鱼得水 他这个他非常适合去关 他很适合被关 他当然是关的环境单纯嘛 他不要应酬人嘛 也不要看人家的头脸嘛 也不要去对他们爸爸妈妈 要去要照顾都不用 他不要烦嘛 他一个人在里面 一般来讲 如果我看不到我的家人 那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折磨 今天对柯文哲来讲 看不到他的家人 是他的解放 我觉得比较快乐一点 我觉得他会比较快乐 他就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现在完全就是非常宜然自得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除了这自我封闭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余心病 他们猜忌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对人没感情 对 他对人没有 当然没有感情 所以他没有边界嘛 他的道德没有边界了 所以他在里面关人 行为整个被封锁了嘛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对人的猜忌 也无从猜忌 因为没人 就一个人跟他关在一起 但我要证明这个猜忌的心 就是他八年执政的这个特性 对 他为什么你看 他的这个干部流动率是全台湾第一名 一百多人 一百多个人嘛 反正他碰到的人 就是一种自大傲慢 然后批评恶劣的话语来形容人 所以他成本想关门打狗也好 谁家的狗自己就要带回去 他没有感觉 因为他对人跟狗 他觉得是一样的 他对就是形容词对他讲的是一样的 他不觉得是对人家的伤害 他以伤害 所以我跟他讲 他没有边界 他没有边界 他就是自我封锁在他的领域里面 他怀疑你关门要贪污嘛 每一个都要贪污 所以他的八年建设里面 他的钱是有进无出 对 他的八年建设里面没有什么花钱的 唯一我们现在知道的 有一个雨果市场嘛 对 他贪污嘛 对不对 他可以贪啊 对不对 他可以贪污 稍微地救台湾嘛 所以他有很伟大的理想 他有伟大的 他不是普通的 他有自我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非常孤僻的 非常特殊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实现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整个的 他的整个的行为的模式 对 非常的轻松 你知道吧 那他知不知道未来的这个 未来的前途会忙忙 他会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认为我这个已经 他已经处理完了 对 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认罪 他会不会担心未来的诉讼 我认为他也不担心 他也不担心 他不担心 因为他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 那他结束的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今天啊 应该是在选总统 蓝白河失败之后 他决定开始大量A钱的那个时候 那就是已经 他决定他人生那条路 放弃了 所以他钱一定不会被抓到 他一定会被证明他有金流 但是他藏钱 藏在秘密的地方 他很有把握 他未来的路子 他有好几十 很多钱可以用 对 那他诉讼过程当中 他有很高级的生活可以过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逆逢 所以他讲说 昨天就讲了 现在已经把金华城的人力 慢慢地掉开了 给了所谓的战质现金 给了这个所谓的北市科 你就看到原来北市科 两场最关键的会议 都在市场市开的 而且都是科文哲 新次组织的 他现在要推给别人 推不了 还有说 他把所有的 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全部都搜索一遍了 特别讲了中工公司 然后今天就传出来了 原来沈静晶里面 最神秘的那个主机 已经被搜索了 对 那个主机里面 有沈静晶的百官刑述 他跟所有人的 见面的 人事实地物的栽药 全部都在里面 甚至今天更重要的是 沈静晶的 怎么去操作 他的激流 也出来了 对 其实在他的主机里面 找到了这个百官刑述 检察官是如获至宝 因为你过去来讲 如果时间太久了 你很难回去推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公司的刑事力呢 公司的秘书呢 只会记明说 你在什么时候 跟着谁见面 甚至对方可能 还是一个代号而已 可是呢 他这是检方搜出来的东西呢 是他的私人秘书 有人地时事物 私人秘书 对 私人秘书 而且呢 就是跟在你旁边的 每次来讲的话 只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来 私人秘书就会来 而且会把他里面讲的东西 先记录下来 这样子小沈 就可以在三年后 五年后遇到他的时候 把这个 你该人说什么事情 我们说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人家就 哇 你怎么这么在乎我 但其实都是被记录下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小笨笨 我现在跟你见面 我跟你讲了什么话 我会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过到三五年 或几年一段时间 我要再跟你见面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当时的记录 给你拿出来 我会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以后 我们上次谈了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接上去了 就代表 你只要进到这里面 你就不会被删除 因为 沈庆经是要随时拿出来复习的 对 他要随时拿出来复习 所以他把这东西 一个接续起来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个百官习书 这个小本本 对检掉办案来讲 第一个 就可以找到人地实施物 第二个 在钱来讲的话 他得罪了一个人 他得罪了他的司机 过去来说的话 他们家来说的话 很多人 很多事情都是司机 在处理的 那这一次案子里面 大家就要看一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金流 可是如果这个司机讲的是真的话 那代表说 这个大笔的钱 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走水的 那这个走水的话 是怎么样做的呢 其实沈庆经他的一个司机 然后呢 后来发了简讯来恐吓他 他说答应我的要给我 你应该要给我多少多少的港币 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他说我呢 带着你的钱 然后呢 进出海关 冒着什么 他不是无理取闹 他是他拼命 冒着被海关扣押 他滞留还被查碎的风险 背上十几趟好几亿的钱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小胜以前会去澳门赌钱 可是呢 他不是透过正常的管道 他叫司机背钱去 背钱回来 好 背钱去 背钱回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真的有这种 大笔金流的走速 出去跟进来的话 他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到澳门去就处理掉 或者是你把澳门 把钱洗干净以后回来 一般人是很难查得出来的 为什么呢 当你检察官来查的时候 这是我在澳门赢的钱啊 当你有一个来源的时候 那这钱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正常的使用之后呢 大家来讲 这个案子为什么求了半天 弄不到金流 会不会其实在大水库里面 在这么多年的情况之下 早就一笔一笔 冲进去了 冲进去之后呢 当然就很难找出来啊 可是如果这次来讲 太阳已经有找出来的话 或许有机会从里面去抽丝剥剪 如果真的有留到 柯主席那边的话 这一次是有机会把它给拉起来的 因为你要查这种神秘金流的时候 你最怕断点 也就是你的起头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今天我是把 我把钱汇到海外 或者我把海外的钱弄进来 如果这个一开始的头 我抓不到 这个头我抓不到 我后面的钱 我根本就摸不到 对 可是如果今天刚刚讲 就像慧珍在上一段讲的 你今天王姓司机 你的 如果我知道是你的司机 是知道你的贴身的人员 然后你只要进出 你是进出海关 进出海关 我只要讲我只要知道你是人 今天不管是张三 你是王儿八字 你出去你回来 你只要做这个管道 我就可以把你 这个所谓的神经经 你周边的人 任何出入境资料 我都可以调 对 出入境资料调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你台湾 所有的行踪再调 调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那个头给找出来 没错 就可以慢慢的把他勾集出来 这个王姓司机呢 这30万港币也没多少钱 王姓司机跟了他几年 跟了他三年 最后这个东西 竟然搞到去司法处 然后王姓司机走了之后 有没有其他的司机来接手 一定有啊 一定有 所以你只要把这些 他相关的人 他的左右手 或是他的家臣 他的心腹 一个一个把他勾集出来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神秘小本本 是谁在老板去 见了什么人 其实你只要把这两个头 input给拉起来之后呢 你的output 终究是可以查得到 或许这来讲的话 就是这次的金流 最有机会破解的地方 好 贝德 刚才讲的 现在大家对于柯文哲的 愤怒跟厌恶是不断的在升高 不断的升高讲 你本来就是吴德 之前讲 你在台北市的建设 是历届台北市长里面最烂的 在你的任内 没有建设一条的结域 在你的任内 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出来 在你的任内 想象不到 你对于任何福国立民的东西 你有任何的建设 那你可以讲 他就是无能 可是可恶在哪里 原来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刚才讲 就是同一个时间 这个同一个时间里面 疫情已经爆发了 已经告诉你酒店 跟这个所谓的舞厅 要全面禁止营业了 甚至你的学校 都要停止上班上课了 可是在干嘛 他全力的在服务北市科 他全力的在服务进化城 他全力 全力的干嘛 全力的在捞钱 有没有说 那么今天蔡碧卢 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蔡碧卢特别讲了一个秘心 说他今年八月的时候 问过柯文哲 他踢了他一脚 以后问柯文哲说 你到底有没有拿人家 金华城的 柯文哲很不高兴地说 你不要侮辱我 绝无此事 然后他就继续相信柯文哲的人格 因为他说柯文哲很精灵 因为以前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都踩着250块钱的 这个二手的脚踏车上班 蔡碧卢知不知道 柯文哲在被抓去台北看守所之前 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200多万的乡型车 过去是 各位还记不记得他还搭公车 有没有 遇到那个高中生 还跟那个高中生讲说 你在学校考第几名 我如果柯文哲考第二名 就没有人考第一名 他的炫耀 你有什么好炫耀的 一个台北市长 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一样在台大医学系的时候 落榜还重考 你有什么好炫耀的 可问题就来了 他当时搭公车 后来 所以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他跟他的所谓的太太 不是 他跟他太太 都是搭保普车 有司机的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一开始搭公车 那么蔡壁炉所说的 那什么250块的二手公车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看到他搭公车 我也看到他后来 这个台北市长 没得干了以后 不是为了要到立法院去吗 他不是骑U-bike吗 到后来我们看到 不是 是搭200多万的这个 有冷气 有司机 后来陈佩奇 不是还有跟着他一起上车吗 大家都看在眼里面 你的阿伯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让阿伯的脚踏车到哪里去 二手车250块的脚踏车到哪里去 阿伯已经不一样了 还有我请教一下 如果蔡壁炉从头到尾都相信 阿伯绝对没有问题 金华城绝对 绝对是完全可以值得信任 请问你为什么要踢他一脚问他 对 你就是有问题 你就是心里面 你也都起疑了嘛 你最好的朋友都起疑了嘛 你才问他 他告诉你说 不要侮辱我 绝无此事 你又越相信 你就相信他了 所以事实上 除此之外 那么这个 包括民众党的相关的 等于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发言人 已经是他们的民众党立法院的 那个什么办公室主任 党团主任嘛 那么他 陈志涵又出来讲说 又出来针对说 大家都忘了那时候阿伯呢 在疫情期间 把台北市守得多好 那么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的 为了三年 三年 因为我住在新北市 但是我们上节目干什么 评论都在台北市嘛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那天开车 载着我太太 从华江桥下来 然后到了西原路的时候 到了这个等于说 那么和平西路的时候 开西原路口的时候 8888 我们两个的简讯同时接到 为什么 细胞简讯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万华的阿公店 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跟破口 还记得吗 那时候 那时候他们怎么讲 那时候 把这个万华忽明化 错 我们从头到尾 不去怪万华的老百姓 跟他们没有关系啊 因为那是外来的人 其他县制的人来万华消费 他确诊了 所以他进来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有相关的足迹嘛 可是问题来了 我请问一下 当时我有好朋友 竹联邦的朋友 天道蒙的朋友 在台北市开酒店 每个人都有登记你的这个实名字 然后还有啊 这个戴口罩 都有 都严格要求 可是万华阿公店没有啊 万华阿公店 为什么没有人去要求呢 看完则摆烂 在巷口有那个伊拉克 小平是万华的议员啊 我相信钟小平非常了解 万华的那个门口 对不对啊 有这个来自于国外嫁进来的这个 等于说外籍的这个等于说女子啊 在拉克拉一个 拉一个拉进来里面 然后领几百块 这叫伊拉克 我三十几年前开始在万华跑行 我在万华嘎拉出行业 我告诉各位 万华阿公店总共有三百多家 最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特性 他们呢 从晚上开始营业了以后 到一定的阶段 这个阿公店他会关门 但是同一批小姐会到哪里去 会到另外一家阿公店 跑来跑去 资源资源 我问你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个客人 因为你当时台北市长叫客人 没有做好 会怎样 会交叉不断的扩散出去嘛 我们在讲的破口是指这个 不是污名化万华 不是污名化万华 请问你有弄好吗 还有华南市场你有弄好吗 华南市场 我跟你讲 他发明了多少 我跟你讲 那个真的有用啊 下去做 下去做就好了 发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什么 这个什么 冷区歼灭战 热区围堵战 同心源计划 还有暴力性的处理 关门打狗方略 交土战术 这个全部他发明了 全部发明了 用在哪里 用在 环南市场的事件上面 半夜接到电话 客人说他睡不着啊 或者怎么办啊 我醒来多少事 他决定用暴力性的处理 全部打疫苗 那时候人家疫苗 那时候台北市还几万个 医务人员没有疫苗打 人家跟他讲说 你不能乱打市场 你都乱打的结果 疫苗很可贵啊 乱打的结果 万一打到确诊者 这个疫苗就浪费掉了 他不管 他就打下去 最后 发现有41个人确诊 这打的疫苗 全部变成废物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然后最后 还请王必胜来解围 还骂人家王必胜说 不是出一张嘴 都是我们在做 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 他说一小遍 本来以为说 他在那个时候 只有服务性化症 结果今天消息出来了 就对比当时他忙的什么 他还去忙北市科 而且是自己一个人 把北市科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讲一个数字 你们听得很难过 五大案的时间 跟这个疫情完全重叠 完全重叠 完全重叠好不好 2022 2021 2022嘛 好 再回来 那他只关心两件事 第一个跟财团打交道 五大案 第二个干嘛 只关心2021开始 这个黄珊珊的市长的选情 他只在乎黄珊珊 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议员才了解 里面多少内情 他那黄局长 就是他的卫生局长 是他的老师 台大医院的副院长 怎么样 奋儿要辞职 叫黄珊珊叫不到 他外行 他内行知道 怎么做 黄珊都不听 第二个 他做不好 群聚很严重 那就干狗 没有骂黄珊 骂那个黄副局长 一度想辞职 他说一生最痛苦的是 被我学生骂 你知道他以前多尊敬他 他做到不如 你说锅子是黄珊珊砸的 对啊 天我去骂的是 这个副司长黄珊珊 他的老师 然后我们有 三四个服务会联络员 后来还资源 鼓掌都投入 因为实在 议员打的地方 第一个当然 打给健康中心 打给那个卫生局的联络员 我跟你讲 弄到焦头烂额 当时情绪全部崩溃 对议员讲话 有时候对我骂都不耐烦 太紧急了 疯了 全封了台北施政 好 为什么会封 很简单 我讲一开始的破口 当然是刚刚瑞德讲的万华 当初你的心头肉 你黄珊珊 万华是你的心头肉 万华的摊商 万华的市场 里长都是 你知道一开始 徐立新 我跟徐立新讲说 你要去筛选 你知道你要去 要去快筛 哪些人怎样 造册都没有弄 就蔓延开 蔓延到全国 这是第一条走线 第二条 那个时候 那个侯友宇在干销 就是你的人 第一个传染的途径 就是你的那边赚钱的女生 他们常常住在 因为万华小套房 爆满住不到 他就干嘛 他就搬到中和住 过华 骑个摩车到华中桥 到过框木桥 所以新确诊的 就是板桥跟中和 昏倒 真倒霉 那接下来 还有呢 接下来说有名的事件 叫做环南市场 叫北农 那时候你说这两个市场 各一千多个人摊伤 跟他小孩 就打疫苗 打那个疫苗 不要 阿伯不要 黄山他也不要 那结果怎么样 引力不报 这些人要做生意 有一个人来跟我检举 他们代表 这个在发烧 猪肉团在发烧 我们都不敢做生意 他发烧 那我们跟他做 后来就不管 就让他继续做生意 你前面一千多剂 一个一千多剂 这边也一千多剂 先是环南 先一开始 结果 然后全部就传染开 然后一去做那个 全面的快塞 你再怎么样 这个环南 二十五个人中 然后北农 北农六十五个人中 那包 你知道 北农的经济谱 是什么 你知道 为了赚那个钱 你知道 经济谱就是你知道 包装工 北农有两个 一个包装工 一个是现场叫卖 这两个是大宗 有六百一个行政 有六百一个 北农的员工 他们不是在那个 北农二市场 在濱江街里面包 不要停啊 继续包 经济谱送给超市 很赚钱 里面就简单讲 黄山山都有疫情 议员听到 你也有听到 你问什么 你问那个 那时候林东 那个我们那个 环南的有名的 那个会长 会长 你跟他讲就干 林昌龙那个 跟他讲说 有确诊 可别塞 不动 然后北农也不动 先环南 传染到北农 两边相通 结果怎么样 结果最后没办法 什么样子 全部打 打了一万八千针 环南北农 所有的从业的人全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嘛 那时候你就不 你就跟中央对抗 跟骂王必胜 骂陈思忠 搞东搞西 就是就是不弄 所以整个疫情 只在乎黄山山的选情 只在乎跟财团打交道 谁管万华的死活啊 我闹说 不过 我闹说 你总是不弄了 你只要是不弄了 那是个人